好 继续来看到新城乡家里村在1月24号的时候发生夺命的火警 那么新城乡长和李台得知之后 立即的责成社会客来协助火灾的民众 那么更亲自募集慰问金 并且也呼吁各界共同来协助 同时也获得各界企业社团个人等捐赠慰问金 总共是超过了新台币100万元 来协助家属渡过难关 新城乡家里村1月24号发生夺命火警 新城乡和李台得知之后 立即责成社会客协助火灾相亲 并亲自募集慰问金 并呼吁各界共同协助 火灾发生在113年1月24号下午3点29分 父亲民众被农烟光火惊吓之后 向消防局报案 并指出未在家里四路一户两层农民宅发生火警 屋内有70多岁男性老翁一名 80多岁女性租客一名 三岁以及两岁孩童共两名 以悍然是两名孩童因伤失过重 送育已经失去生命迹象 而女性租客送育之后也在农历年后失去保护的性命 前代相公所协助扮演的救助 并且在103年1月23号由乡长和李台代表捐赠 合法项目包括死亡救助 海童两名每人发放新台币20万元 共计40万元 而女性租客死亡救助目前以行政程序升级办理中 安全救助 住屋毁损达不堪居住程度 家户户内人口每人发放新台币2万元 三名共计6万元 目前核发共计新台币16万元整 相当和李台亲自募集慰问金并且在113年1月26号前往军政之后 各界企业社团个人也纷纷响应 透过本所转介的友善方建设有钱公司 谨顺新实业股份有钱公司 契元电机行 三线民众雇修裕等等 立法委员复昆契也非常关心受债户 募集财团法人佛祖关圣德发慈善事业基金会 以及进虎会兄弟慰问金 另外有亚洲水泥股份学公司 家里村天工庙 民众服务社新城乡党部 满田银方供应协会 国际词会 华联各分会 慈系基金会 芥菜总会 植物县文教协会 华联三角下关怀协会 华联同乡会 以及各界三星企业 社团个人等捐赠委员金 共计超过100万元 相当和他表示 ID要并且带领公所团队积极协助受灾户 他表示 相互所除了在第一时间协助受灾 相亲 办理各项救助金之外 各自入职信通的消息 也尽可能帮忙寻求各界的协助 受灾户就本位 本乡低收入户 生活困苦 而上次是已在花园新政府 及新的相互所协助之下 尚能够解决费用的部分 但后续的房屋修缮 跟影响邻居的房屋修缮 是受灾户 后续要将面临的困难 因此亲自募集 慰问金 故意各界的协助 除了将协助申请的救赎 将交给受灾乡亲之外 也借此受灾乡亲 感谢各界三星企业 团体个人的协助 记得将协助申请的外道